大家好 周末我们明天再讲王毅跟毛宁的事情 周末我们先讲点愉快的 我也是今天下午才看到一个消息 然后偶然发现这里面的联系 中国的外交 我们就不讲什么秦刚什么事情了 但是总体中国的外交形势 秦刚只不过这个是雪上加霜的一件事情 总体形势建就是一个扑该大赛 给我赶来扑该大赛 然后最有意思就是连续两个人 在最近几天里面扑该了 然后这两个人扑该都很可疑是吧 很多朋友我的图里你看到了吗 一个是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还有一个是斐济的总理 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今天下午我刚刚看到的谢峰是不胜受伤 然后就说关键是什么 就是26号每一年的9月26号或者27号 各国的中国驻各国的使领馆 包括住澳大利亚的 都会举办一场仪式 来纪念建经节 中国人民解放军 然后谢峰本来应该出席的 但是这次据说他摔伤了意外 所以就没有能够参加了这次活动 活动里面就没有他自己本人出席 其实这个活动还挺重要的 尤其是现在中国跟美国军方现在不能联系 所以美国其实你看这里面讲 他是派了军方代表过来的 而且是前美军的参谋首席会议主席到场的 所以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个机会 通过美国大使能够跟中国方面取得一些军方的交流的 或者说机会 结果谢峰本人没来 没来那摔就摔了吧 但是我偶尔留意一下 他是怎么摔的 他是出席周二在 不对不是这 到哪去了 他是出席阿斯本安全论坛时候摔的 阿斯本论坛是什么活动 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给大家看的 就是现场主持人问谢峰 秦岗哪去了 谢峰憋半天说出一句 我们来看一下 Henry Kissinger was reported to have gone to China it's a long trip and the 100-year-old diplomat Henry Kissinger is in China we know he met Wang Yi we know he met the defense minister who we have not had a lot of meetings with the defense any chance he met Xin Gong the foreign minister well let's wait and see any more? yes there will be more 这个主持人捏坏捏坏的 后面他还故意好像说错了一样 把秦刚当时还没宣布 把秦刚说成了前外长 在说完演讲之后 我仔细看了原视频 阿斯本安全论坛里面的 一开始和结束了以后 谢峰都是走上来的 而且看起来没有任何摔坏的迹象 那么最有可能就是说什么 他出席论坛意外受伤 就是在他讲完话之后受了伤 考虑到他回答那个问题 大家普遍都认为 谢峰好像幸灾乐祸 笑得好开心 后面还说 Thank you for your care 感谢你的关心 好像是在 好像落井下石的样子 幸灾乐祸的样子 那么联想到现在他竟然会出 就是说因为受伤 这个伤看来伤得不轻 你要想缺席这么重要的一个活动 伤得不轻 是吧 那就不免让人联想到 中国的历史上 或者世界历史上其实都有 就是又有这种 因为他避免某种尴尬 或者避免某个场合 就装病或者装伤 或者真的把自己弄伤了 就是为了不去 有这个可能性吗 当然完全不能排除谢峰 的确就是走了狗屎运了 是吧 就台上砰一下子摔下 摔了整个人都破相了 所以没办法 这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还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就是因为他不想 他意识到 我去任何一个场合 都会被别人问到 你们秦刚呢 是吧 都会被人问到 这个时候 他可能上一次回答 觉得自己回答 没有回答好 然后觉得 这个怎么办呢 当机里的一咬牙 蹦一下子 这样你们谁也别问我了 我回去躺一个月 躺一个月 怎么着这个结果也出来了 这是最鸡贼的一种可能性 另外其实可能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他就是想避开这个场合 因为现在美国军方 肯定是希望他去建立一个 跟中国军方的联系的 然后他在当中 他也不想出现给他们这个机会 是吧 干脆我就 可能就像我们待会儿讲的 斐济总理一样 不小心碰到了 然后这个好机会 干脆我就不去了 也有可能 组织太不凑巧了 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来讲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视频 很多朋友都看过了 我们来看一下 斐济的总理 前两天在自己的推特频道上 发了这样一个视频 Good afternoon I'm recording this from the official residen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because I've just come back from the hospital where I had a dressing put on my head for a small accident I had this morning at the main door of the buildings not my fault I was looking at my mobile phone I'm trying to walk up the steps and I trip and hurt my head I do not know whether my head is hurt more than the door or the door hurt more than my head the doctor has asked me to come back for review on Friday and they will change the dressing so I have had to inform China that I will not be able to undertake the trip that was coming up tomorrow night I'm sure there will be other invitations later on and I hope I will be able to honor that invitation there's a slight blood stains on my shirt and a little pat on the head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m sure there will be a lot of speculation but nothing to worry about 我不知道斐济的人 他们的文化是什么 他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文化 或者说比较这种狡猾的 战术性的破开 战术性破开 但是他最后那几句话 其实很耐人寻味 我知道你们会猜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以将来他们还会邀请我的 这个邀请具体就是去中国 现在在举办大运会 所以本来是邀请了 本来就不多 答应去的好像就是7个 还不是6个的 结果这么一来 最后就剩5个了 现在剩5个了 印尼总统 这个是大牌 印尼总统 毛里塔尼亚 布隆迪 瑰亚纳 格鲁吉亚 算大牌了 除此以外 三个非洲比较小的国家 结果现在南太平洋还没去 为什么他没去 道理也很简单 纽约时报也发了文章 注意到这个现象了 其实就是他前两天 前段时间的总理 是去年12月 他刚刚选上台的 前两天去了新西兰 然后有说过这样的话 我没找到出处 他纽约时报说他说过 说价值观不一样的 我们实在是还是没法合作 他没有具体讲谁 是吧 价值观不一样 总之合作起来是比较难的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布林肯跟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 现在正在南太平洋地区巡回的访问 布林肯是去了汤加 去了新西兰 然后也去了澳大利亚 刚刚去澳大利亚 好像还去了另外一个南太平洋小国 然后美国的国防部长 是去了巴布亚新减雷亚 我们知道巴星 在中国跟美国 现在是竞争相当激烈 巴星以及附近的所罗门群岛 竞争相当激烈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其实说白 美国的国务卿 就已经在这 我们这转悠了 这个时候 你虽然没有去斐济 这个时候你应邀去了中国 相当于表明一个战队 这个时候他要掂量一下 加上他本人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因为出于价值观的原因 还是出于地缘政治 毕竟斐济跟澳大利亚新西兰是这么近 是吧 是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 决定不去的 不管怎么样 人家已经非常有诚意了 是吧 人家连血衣都拿出来了 好像再怎么样 再怎么不讲究 你刚刚弄完 你换件衣服 人家把血衣都拿出来了 我看中国国内有很多人也在贴这个视频 其实大家都已经 其实都明白了 我觉得都明白了 你就是找个借口 所以这个我们不用讲 连续两个已经破开了 是吧 这个不禁就让人想到周星驰那个电影里面 有谁比我惨 结果还真的有人比这两个还要惨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比这两个还要惨的 今天有这样一个报道 很多其实除了华尔街日报以外 其他地方也都注意到了一个报道 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 中国好像在10月份 打算要开一个一带一路论坛的 看来这次要遭遇一个非常严重的滑铁炉 而这个严重的滑铁炉不是别人 正是他们自己酿下的苦果 为什么呢 他在那里面讲到 最近欧洲有很多国家 包括意大利我们都知道 前面我们就在这两天 梅洛尼是准备要当面去告知拜登的 他是周四 他周四什么时候 反正我不知道他们有会见有没有结束了 但是意大利前段时间 中国的有一个刘建超 那个是中什么连的 我忘了 机构太多了 反正就是一个统战部门的 专门负责党务统战的 然后去了意大利 专门因为意大利要准备退出一带一路 过去做工作的 看来这工作是没有做成 意大利现在目前很有可能在12月份 就是这个一带一路协议 五年的协议满以前决定退出一带一路 因为对意大利来说 无利可图 我跟你签了一带一路 结果我拿到的投资 只是法国和德国的零头的零头 而且我这还要承受 今天这个公司被你机密套走了 明天公司被你机密套走了 还要承受各种压力 何苦呢 意大利是已经准备要退出一带一路了 然后其他的这些国家 比如说他说希腊 希腊本来说要来的 现在不来了 这个所谓论坛 然后捷克 捷克新当选的总统 我们都知道 这个是非常鹰派的总统 肯定也不会再继续一带一路了 所以一带一路 在中欧这一带发展 已经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然后 所以这是2019年的论坛 人还是比较多的 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 会出现了 关键是什么 习近平他这里面讲到 习近平三月份访问俄罗斯的时候 邀请普京参加 我不记得了 然后我回去找了一下 的确3月21号 中国的媒体没有报道明显的细节 但是俄罗斯的卫星通信社的中文版里面 明确报道了说习近平说 我正式邀请普京总统 在今年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 然后今年将举办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普京参加了前两届论坛 相当于就是说什么 我不确定 这个是不是他实际发出了邀请 但是不管怎么样把这个放在一起 意思就是普京要去了 普京现在巴不得去 普京哪都想去 现在正在圣彼得堡举办 俄罗斯跟非洲的峰会 然后普京本来想去金砖国家分会的 当时甚至主办国主席国南非的总统 当时肯定 因为普京现在是被国际法庭通缉的 所以当时肯定是有声音说 普京如果敢去南非的话 就敢抓他 然后南非总统就说 谁敢抓普京的话 相当于对俄罗的算战 我建议你们不要抓 最后普京决定就不去了 那肯定就是说南非总统的摁不住 王毅现在正在去参加金砖国家的峰会 王毅在去以前 曾经给南非的总统打过电话 说希望金砖国家的峰会 能够外长会议 应该是外长会议 能够顺利举办 其实说白了就是普京去不去 这个不重要 但是我们开俄会相对更重要一点 我感觉是这种感觉 所以现在你在三月份 自己请的俄罗斯去的一带一路论坛 在现在这个时候 谁会说在几个月 四个月以后 我要去中国跟普京坐在一起开会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三月份怎么想的 说好像我这个时候 邀请普京来参加一带一路分会 是有利于一带一路的 所以我还是查核的信息 我不敢相信 他们是在那个时候 国际社会普遍想要你去让俄罗斯 劝俄罗斯退出乌克兰 从乌克兰退兵的情况下 你竟然邀请俄罗斯参加一带一路峰会 这个还不是自己给自己脑袋上拍了一板砖是吧 加上现在各个十月份 据说欧洲也要办这样一个 类似这样的会议 去跟一带一路唱对台戏了 今天皮尤研究中心 美国的皮尤出了一年一度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 这是他给出的一张图 这是去年这一年 他们做的各国对于中国这个国家 或者中国这个政府的观感 颜色越深的是恶感越深 就是越讨厌 澳大利亚87% 美国83% 这跟以前差不多 日本87% 韩国77% 那么欧洲 我们来看欧洲 欧洲 法国72% 德国76% 都是反感的 意大利算是好的 58%的了 结果现在意大利也准备要退出了 是吧 那么你说在欧洲 你现在相当于是他希望跟欧洲国号关系 连欧来抗美 在如此强大的反对你的名义下 欧洲这些领导人 他们脑子里被枪打了 他会说跟你联合去对抗美国 是吧 我没有看到这些国家对于美国的反感数据 但是我相信不会比这个更糟糕了 然后还有关键还有什么 他现在不是要去金砖国家会议 就是要联合这种中等发达国家 或者说是中等收入国家 我们来看金砖国家 BRIX C是中国 S是南非 南非在所有国家里面 对于你的反感度是40% 俄罗斯就不看了 俄罗斯当然不看了 然后巴西48% 对你反感是48% 巴西上一届的总统是右派总统 是吧 所以巴西其实是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面 对中国的反感程度是最高的 然后是比较高的 然后还有什么BRIX 印度67% 所以在这个BRIX金砖五国这个国家里面 除了俄罗斯以外 其实对你的反感度都是算是高的了 就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或者第二世界国家里面 已经算是高的了 是吧 你相比于这种非洲国家 尼日利亚肯尼亚 对于中国的好感度非常高的国家 因为他们受尽了一带一路的恩惠 说白了就是 舍得在他们这儿撒钱 所以中国这个一带一路协议 其实我们先把这个前面说完 就是你金砖国家里面 就更不用说 还有一个跟你在旁边明确为敌的印度 各项对于中国的反制措施 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样一个印度 所以金砖国家开的 我了解不到任何世界各国的媒体 各大媒体对于金砖峰会 金砖外长会议 没有任何的兴趣 我看不到除了俄文跟中文以外的 比较更可靠一点的信息 更大一点的新闻社的信息 但是你可想而知 这样的会议 你指望在这种会议里面 给自己争得什么外交利益 无非就是帮俄罗斯打圆场 还有什么任何的好处 然后我们前面讲一带一路 我感觉一带一路 它的经营思路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要去拉拢这些穷国 拉拢这些最穷的国家 然后在他们搞基建 然后帮我的产能输出 然后你突然拉了一个意大利进来 所有西方国家里面 我印象里面就只有意大利了 而且它还是G7国家 拉一个意大利进来 人家已经入了火了 你还不赶紧跟他撒钱 去跟他建立好关系 去让他给你疏通疏通 去动摇他的名义呢 没有 人家钱全洒在法国和德国了 所以一带一路 这个思路非常的奇怪 你知道吧 就是他的钱 大部分钱洒在一些 其他人不愿意去投资的地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好 或者美国的美联储 就是美国的 美国的也是投资 对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投资的机构 他都讲的说 我们更重视的是可持续的 可持续的投资 所以我们不会去跟中国争一带一路的这些项目 就是他把钱都撒的那些 普遍认为我投资回报会比较低的这样一个地方 或者我投资风险比较大的地方 他觉得很聪明 你们不去是因为你们不能搞基建 我能搞基建 但是 而在那些 比如说 在这些第三这些国家 他就是专门撒这些风险特别高的国家 然后在这种欧美世界 或者说欧美世界愿意参与你一带一路的 他就把钱又投在那些 他认为投资回报比较高的 法国 德国这样的国家 反而就不去投意大利了 所以这两头 我感觉一头 你是完全舍弃了风险 事实上很多一带一路的项目 都已经成了烂尾工程了 很多都收不回来了 你再继续连继续投入的 更不用说中国也没有这么多钱继续投入了 近两年一带一路总体的投入在迅速下降 另一方面你在发达国家 第一世界里面通过一带一路 不管在澳大利亚也好 在意大利也好 你又没有拿到任何的利益 所以你这个钱是用来干什么的 所以我特别不能理解 所有的一切的中国外交现在这个局面 那么是由谁种下的呢 这个只有他们自己去拷问了是吧 我只要他们有这个胆子 只有他们有这个胆子 到底是谁酿成现在这样一个 比这谁扑开大赛这个局面的呢 好 周末简单跟他聊一下 我只觉得这个局面太可笑了 他们的观念似乎还停留在 尤其是看过刚才皮游的调研以后 他会觉得第三世界国家都支持我 都喜欢我 是吧 觉得我赚到了 觉得亚非拉国家已经团结在我的周围 正常人不会是想这个问题的 正常人不会是思考问题的 但是从这种红色文化里面出来的人 他真的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想象 就好像他真的是觉得 当年是第三世界的亚非拉的兄弟们 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如果不是美国当时说我要送个口子 如果不是基辛格的话 中国想进联合国 就靠第三世界能抬得进联合国 是吧 但是他那个年代的出来的人真的有这种浪漫主义的想象 真的就是这些第三世界国家 我能够依靠 值得信任 他们也信任我 我只要获得了他们的支持 是吧 因为他们是占世界人口最多的 是吧 获得占世界人口最多的这部分人支持 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的 你就好像你在一个国家里面 一个正常的国家里面 我说我要去联合所有的穷人 然后去跟当权者对着干 在正常的国家里面 这一定是走不通的 OK 因为权力不在穷人手里 真正的 不管是钱 国家机器 什么东西生产资料 都不在穷人手里 你只有在一个想要走共产主义路线的 是吧 这种要搞农民起义的这种非正常国家 才会去这么想 然后中共就倾向于把全世界想成这样一个舞台 或者说决策者 当年的决策者 他似乎把世界想成了自己童年时候 被灌输的那样一个世界 那么在前几年的时候 因为西方国家还没有醒悟过来 是吧 那个时候信息比较滞后 所以大家还 然后你还可以搭顺风车的时候 还对你放松警惕的时候 你觉得你如鱼得水 你一旦 一旦 现在已经造成了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的名义的时候 已经变成这样的名义的时候 我们讲了很多遍了 对吧 这个朋友讲路径依赖 如果当年没有美国同意的话 怎么完全不可能会进入中国进入联合国 那么同样 如果没有当年苏联在联合国投票 说是不是要反对当时的北朝鲜进攻南朝鲜 如果不是苏联代表去尿尿了 这个也不会通过 也不能组成联合国军来打北朝鲜 所以都是这样子的 你看起来好像都是靠着底层的力量 其实上面都是靠着上面的人操盘 所以我特别不理解 不知道有没有在意大利的朋友 你们理不理解 中国在意大利的一带一路 这个思路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愿意加入你一带一路的西方发达国家 你还不把它经营的做一个样板 做给全世界看 结果人不 人给意大利 就是意大利刚加入的时候 2017年的时候 稍微给了那么一点投资 大家可以看那个图表 是吧 然后到181920年的时候 意大利的投资 那个线就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跟法国和德国 那个很粗的两个杠子比 完全看不见了 你不是做反向的示范吗 再给大家看 就是你加入我这个一带一路 一定没有你的好果子吃 是吧 有朋友问头上这个怎么批的 是吧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Fertoshop现在有一个AI版本的 PS有一个AI版本 但是应该是付费的 我是付费的 所以AI版本里面 你可以帮助你很好的实现 类似这样的效果 这个不是我抠什么东西的 当然有一点抠的 主要是靠AI自己把这个补充上去的 你只要给他一些提示词 他自己会生成的 我现在就特别想看 10月份 还不知道11月份的 一带一路论坛 那么这次大运会 至少还能起到五个国家 是吧 10月份的论坛 我估计不太会有人 不太会有正经国家 尤其是在俄罗斯 尤其是普京在那儿的 如果你这个时候悬崖勒马 说服一下普京 说明年你来吧 今年就别来了 还打仗呢 如果普京真的出现在 一带一路论坛上的话 大家观点 Alan经常在我们这个面提供一些 我觉得有很有价值的观点 他觉得按照中共的思维逻辑 他们大概觉得 意大利已经上钩跑不掉了 不用再花资源了 我不知道 有吗 五年一续 他觉得 也有道理 他觉得意大利 你不敢怎么说 你觉得就好像泡马子 我这个话不好听 就好像有的人找女朋友 是吧 你感觉这个能对我百依百顺 然后我就不把它当回事 是吧 有点这么意思 我不了解意大利当时加入什么情况 可能当时的意大利政府 的确给中共这个感觉 说这种纸老虎 就是巴结我们 我给他五年时间 晾他五年以后 他也不敢跳出去 是吧 或许是因为 指导了他后面投资的行为 产生了一系列 产生了一系列荒谬的投资行为 对 比起意大利 德法两国更值得化资源 这就是什么 看着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觉得 所以就觉得碗里的 已经在我碗里的 跑不掉了 是吧 没想到碗砸了 锅里也没了 有朋友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到底是输出基建项目 一带一路其实就是输出一个贷款 第二个基建 而且这样子往往是捆绑的 就是说我给你贷款 是吧 你不要造路 我给你贷款 然后我这人给你造 是吧 但是前提是我给你贷款 前提是你必须要请我的人给你造 说白了就是这个 一方面贷款给了 人家必须还我钱 是吧 另外一方面 我的人工也好 我的材料也好 输出了 产能输出了 这样子好像双赢的这种感觉 赢两次 说错了 不是双赢 是赢两次的感觉 一方面是可能会给对方造成债务陷阱 因为一般这种地方这种项目 正常的投资的机构 他们不会去投的 因为风险太高了 收回 比如说他在 应该是在孟加拉 造的一个项目 这种人家讲通了车以后 我这个路修好了 不跑车 我看不到可见的回报 风险太大了 更不用说还有地缘震上的风险 所以他就投钱 投钱人家讲 反正你钱给我都是白给的 反正你是带给我 那么宽松的条件 我不要不要 还能增加我本地的就业 说不定你在我这儿造一个什么商务中心 我这儿还能提升我这儿的经济 然后就答应了 结果谁也没想到 答应了以后 后面又是新冠了 然后又是经济的下行了 那样子 谁也没想到又是中美交恶了 那么很多项目 你看不到一个将来收益的前景 自然就是荒废掉了 荒废掉了以后 你这还钱就成问题了 钱已经贷了 人家钱已经借了 怎么办 要么就是你要求展期 你给我延长一点 本来五年还的 现在给我50年 我50年还你 要么就是免掉 然后所有的项目 该烂尾的就烂尾了 或者造到那儿就没有用 之前有过一个报道 我觉得应该是日经新闻报道 他们亲自去孟加拉 跑了一次中国的当地造了一个路 很长一条路 修到港口 应该叫刮达尔 是刮什么什么港的 然后一路上完全毫无生机 那个路可能是设计出来 要开大卡车 挤车到大卡车的 结果完全就是用不上的 这样一个设施 有点像日本当年90年 房产泡沫破裂以前 当时日本也是大搞基建 就修了很多公路 一直修到海里 公路就通往海里面 公路到现在为止 有很多公路都是荒废在那边 有朋友问一带一路是什么 这个您就自己先查一查 这就有点 对 刮达尔港 对 好像是刮达尔港 然后现在还是 我们讲就在现在外交情况下 已经扑开大赛的情况下 你还少了秦刚这一名干将 又年轻 现在又年轻 56岁 然后之前很多事情都交给你的 现在你不行了 下面的马昭旭什么人都顶不上来 没有人顶不上来 只有王毅才能够去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在任何一个 你哪怕是做公司的 做管理的 你都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系统 我一个岗位上一个人突然因为某种原因不能做了 然后这个时候只有他的上司才能下来接过他的工作 他底下的养的一般人 一大班帮子人 没有人能接他的工作 接他的活 这个公司谁敢待 这个公司谁敢待 王毅已经70了 王毅 对吧 虽然之前有人讲 基辛格一百来岁还跑中国 但那个是特殊情况 王毅现在已经70了 他还有身兼很多个这样的职位 然后要跑东跑西的 顺便说到基辛格 你就不能来了 两项比较一下 太搞笑了 现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就剩这个 应该是一带是下边的 一路应该是上边的 是吧 应该一路是经过俄罗斯的 你想你如果请了普京的话 那你就是说 因为乌克兰被认为是一带一路进入欧洲的桥头堡 你请了普京过来 其实你的意思就是很明确 乌克兰一带一路 我们不欢迎你 那相当于你这个上面 至少走欧洲那条路就被截断了 现在意大利要去退出 也截断了 是吧 而且意大利说的还很好听 就说相信退出一带一路 不会损害中国跟意大利的友好关系 刚才我们说刘建超 现在正在 前两天又在马达加斯加访问 然后也是在说一带一路的事情 马达加斯加就算了 我觉得那个应该没问题 但是问题是很多外交事务 一定要刘建超来出面 我老是忘了那个词 它是那个叫做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中建联 我老是忘了简称 中建联的部长做党务联络的 相当于我们的中国共产党 跟其他国家的某个党去做 有党务联络的这样一个人 他好像没有外交背景 但是一定要由他出面 全世界到处跑 去维持一带一路这个摊子 可见外交部门瘫痪到什么程度 是吧 要由这样一个做党务联系的人 来做外交工作 我倒不是什么 我当然是从我角度来讲 我当然希望中共的外交搞得越差越好 是吧 最好能重新拾起这个战狼外交 但是总的我是觉得 我第一个 我特别看不了不专业的事情 就是你哪怕是 我特别不见不到他好的 你至少专业一点 太丢人了 你知道吧 我都替你觉得尴尬 能搞成这样 其次 虽然这个事是中共自己造成的 但是还是那句话 它的代价其实要由所有人付的 不管是中国人 甚至不只是中国人 如果中国被他们这样乱搞 搞得太糟糕的话 其实我们也都是受连累的 是吧 有一句话叫好 叫做新百姓苦 王百姓苦 还是衰 新王 对 新王都是百姓苦 同样 不是说中国越强大 然后在海外的华人 人家就过的日子越好 压根不是那么回事 是吧 这跟你的心或者王没有区别 关键在于你的价值观 你给外界的 尤其在我们所在国家 对你的观感怎么样 关键在于这一点 观感越好 我们当然就越开心 我们当然就过得越好 观感越差 到时候倒霉的也是我们 是吧 很多小粉红经常过来 说中国不好了 到时候你们倒霉 没错 没错 这话你说的没错 但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OK 不是因为你穷我们倒霉 是因为你贱 因为我们长得跟你一样 所以倒霉 而且不但是我们倒霉 什么韩国的 日本的 泰国的 全都跟着倒霉 就是因为你贱 而且因为我们长得跟你一样 好 就这样了 最后爽一把 然后就下线了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下一次我们再见 拜拜